今天做了好吃的煎肉分享给你们 首先准备一块牛肉切成片装碗里 加生抽 酱油 蚝油 黑胡椒粉 蒜粉 如果没有蒜粉 加大蒜也是可以的 最后加四勺韩式烤肉酱 搅拌均匀 腌制三十分钟 这时候可以准备一些包菜 洗干净 控水备用 准备一个锅加热 把牛肉片放进去 我用的是不粘锅 所以选择没有放油 喜欢放油的话可以放一点点的油 两分钟左右 翻个面继续煎 把准备好的牛肉都像这样操作 几分钟以后就可以开吃了 可以用之前准备好的包菜把牛肉包起来吃 随便包一下就行 我其实也不会包 看着不怎么好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就点赞关注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